昨天說到嚴仁英氣得不得了,想說要殺陸小鳳 春華樓的掌櫃伙記都怕得不得了 陸小鳳還是動都沒動,他每一條神經都好像是鋼絲鐵線做的那樣 就在這陣子,街上突然吵圈巴閉,有人大聲喊死人了,死了人了 嚴仁英想說回頭去看,但又忍著,只是用雙眼看一看外面 本來平穩坐在他面前的陸小鳳突然就不見了 這個人的動作比他的劍還快 大過他的劍,嚴仁英的面色都變了,轉身就飆了出去 陸小鳳早就翹上雙手,站在街心,街心那裡沒有其他人 所有的行人都閃了在街邊的屋嚴下面 只見一匹白馬,極力角落,極力角落,慢慢從街頭走過來 馬背上是紮橫搭著那個人,是死人 這個人是誰呢?是怎麼死的呢?見到這個人的衣著 嚴仁英的面色慘變,一個戰步衝上去,勒著馬疆 馬上那個人的裝束打扮,竟然跟嚴仁英幾乎完全一樣 陸小鳳於是猜到這個人是誰呢? 嚴仁英從馬背上抱著冰冷的屍體 屍體上幾乎沒有到一些傷痕 只是喉嚨那裡有一點多血跡,好像是被毒蛇咬的那樣 只不過這些血跡絕對不是毒蛇的毒牙咬的,是利劍留下的 是一把極其鋒利,極其可怕的劍,死的是嚴仁英的屍體,張應峰 嚴仁英突然問話,你,你看不看得出他死是誰人的劍下的? 陸小鳳說話,他當然看得出,世上可能只有一個人使得出這麼鋒利,這麼可怕的劍 就連葉孤城都不行,他的劍殺人絕對沒有這麼乾淨利落 嚴仁英看著他屍體喉嚨上面的劍傷說,西門吹雪,殺你西門吹雪 又一條命,又一筆血債 西門吹雪,西門吹雪,你既然敢殺人,為什麼不敢出來見人啊? 嚴仁英就抹盡喉嚨這樣喊,不過沒有人應他 於是,他抱著他的屍體,跳上白馬就打馬狂奔 馬是從西面來的,現在嚴仁英又打馬向著西面跑 他是想跟回這一匹馬去追尋西門吹雪的下落 陸小鳳迎著北國的寒風,看著嚴仁英打馬遠去 突然身後有個人說,我認得這一匹馬 陸小鳳立刻轉身,見到講話的人清衣布密 衣著雖然樸素,但很有派頭 正是今早跟著李彥北散步的那些人其中一個 他說,在下趙政我,是城東黑衣頭 人家叫我做黑衣織 黑衣頭,即是所有黑衣的總管,在市井中勢力很大 陸小鳳當然知道這種人的身份 他問說,你認得那匹馬? 只有黃城裏邊才有這麼漂亮的白馬 其他人有錢都不敢犯禁忌 原來在京城,白馬象徵尊貴,至尊至貴的只有黃家 難道這匹馬就是從紫禁城跑出來的? 世門吹雪,難道一直躲在黃城裏頭,所以人家找不到他? 但是黃城警衛心嚴,閒雜人怎麼躲得到? 好啊,陸小鳳對黑衣織說 你可不可以叫你手下的兄弟去查一下 看過那匹馬是從哪裡來的?是誰最先見到的? 哦,這樣便宜了 不過,在下是奉命來接你去十三衣公館的 哦,這件事更加重要 你只要告訴我公館在哪裡,我自己都會找的 哦,那我叫趕車的小宋送你去捲蓮子胡同十三衣公館 就在胡同裡左面最後那間 那坐上車,陸小鳳的心又是亂 雙腦筋的問題好像越來越多 那,是誰暗算公老爺的呢? 為什麼要暗算他呢? 世門吹雪的行蹤,為什麼要這麼隱秘呢? 那北京人講的胡同呢? 就只是我們廣東人講的行 捲蓮子胡同是一條很優靜的行 住的都是大戶人家 高牆裡邊很靜 風中吹泥石,扭化的香氣 天已經黑了 左面最後一間的門是關緊的 李燕北的三十個公館家家都很穩陣 門口絕對沒有閒閘人 陸小鳳居然沒有去敲門 直接就跳牆進去 他相信李燕北絕對不會怪他 他們有交情 院裡頭很闊落 種著有石榴樹,養著金魚 夏天搭的梁棚就拆了 搬了個火爐出來 大概要弄乾淨它,準備冷點用 前面的客廳是燈火輝煌 右面的花廳也都著著燈 李燕北現在就在花廳那裡嘆氣 他面前的紅木桌上 擺著一搭搭厚厚的帳簿 他心事重重 不過他還是聽到陸小鳳進來的聲音 他是個反應很靈敏的人 李燕北推開花廳的門 陸小鳳就走進來了 陸小鳳說 你知道是我的嗎 哦,哈哈哈哈 除了你有誰這樣進來 陸小鳳笑一笑 看著那疊厚厚的帳簿 心突然覺得很難受 在京城,李燕北 艱苦奮鬥了幾十年 流過血流過汗 能夠在龍蛇混雜的京城站得住腳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他為何要把自己辛苦一世得來的基業 拿去跟別人賭呢 他這樣做值不值得呢 李燕北說 啊,我不是打算認輸 只不過有備無患 好過臨時亂了陣腳 陸小鳳明白他的意思 亦都很了解他的心情 他說 世門吹雪到了 嗯,你看到他了 沒有 不過我知道他的劍沒有生壽 他殺人還是以前那麼乾淨利落 唉,可惜啊 殺人的劍法 不是必勝的劍法 哈哈 世上根本就沒有必勝的劍法 哈哈 好了,好了 我們不講這些了 現在宋菜都煮好了 我特別為你請了個陪客 有陪客?是誰? 啊,當然是一個你絕對不會討厭的人 那桌上擺好了四碟小菜 八色按酒 一碟昏魚 一碟蠔鴨 一碟燉圓體 一碟燒鵝 一碟燒鵝 一碟竹絲雞 一碟武雷公 一碟楊角蔥炒合桃肉 一碟肥肥的楊冠腸 還有個剛剛上桌的火烤楊頭 好,陸小鳳見到便說 哼,做甚麼?想撐死我嗎? 是呀 哈哈哈哈 李燕北大少 有個衣著華麗風之灼弱的少婦 好似風吹陽柳地走進來 陸小鳳見到他,整個疾著 李燕北說 來,來,來,來 這個就是有四條眉毛的陸小鳳 你不是說早就想見一下他嗎? 哦,我剛才見過了 哦,你們何時見過的? 剛才我陪歐陽去前門外賣珍珠 歐陽指過他給我看了 哦,你們請的那位陪客在歐陽嗎? 哎呀,你認識他的嗎? 你當然認識他的 這麼出眾的美女 你如果不認識的還叫做陸小鳳嗎? 他呢?他還在廚房為你做 一樣他最拿手的菜,酥炸羅片 他,他不是想毒死我嗎? 你認為他想毒死你嗎? 我得罪過他一次 有些人是一次都不得罪的 否則他就恨你一輩子了 你認為他是那種人嗎? 陸小鳳沒有回答 十三姨看著他 眼睛睛斬都不斬一下 那女人呢,本來就不應該這樣去看男人的 尤其是在自己丈夫面前 連陸小鳳都覺得不好意思 不過呢,十三姨好像一點都沒有所謂這樣 你現在不見到這樣都忍不住說了 咦?你看什麼呀? 哦,我看看他究竟是不是那個蠢子 他不是 看他的樣子的確一點都不像 畢在騙,誰是個十足十的蠢子呢? 哎,看,人家本來早就想走的了 知道他要來啦,就突然之間說不走了 人家本來從來都不肯下廚 知道他要來,就在廚房那裡做了整天的事 如果有个女人这样对你 你明不明是什么意思 哦,那我起码知道她不是在恨我 那就是了,连你都明白 她又偏偏不明白 你说她不是笨 哦,哦,那我现在都觉得她有点像了 有点像了 不过,其实也不怪她的 女人心就海底针 男人很难估的,很难估的 何况她又是当局者迷 我都不是怪她 不过呢,我又为欧阳打抱不平 啊,哈哈哈哈,陆小凤,给着我是你 等着欧阳情出来,我一定要好好地 啊 李燕北的说话未曾说完 风中突然传来一阵很奇怪的吹竹筒声 竟然和陆小凤走在尊瑶那里听到的那种吹竹筒声一模一样的 陆小凤立刻整个弹起话 快点去讲欧阳 四个字都未曾说完,她整个人已经弹起从窗口那里飞了出去 吹竹筒的声音是从西南方向传来的 是没多远的 陆小凤从西南方向传来的那里出去 再穿过一条窄巷就看到一个荒废了很久的庭院了 臭风吹着荒草枯树,啥啥声响 一轮明月挂中天照着个阴心凄凉的庭院 没有人,连鬼影都不见 陆小凤迎着泼面的秋风,无情白事打了个冷震 啊,每次有凶杀不祥的事发生之前 他肯会有这种奇怪的预感 现在他就有这种预感 没有灯光,没有星光 月光是冷清清的 突然之间,黑暗之中又是响起一阵吹竹筒的声音 陆小凤立刻一个箭步飙过去 啊,这陈他最终见到那个吹竹筒的人 就在前面一棵枯树下 不过,陆小凤过到去,整个窒住 吹竹筒的,只不过是那十多岁的小孩子 小孩子生得不算高大 穿着一件烂棉纜 面圆圆就眼大大 冻到磁子震,鼻涕就嘀嘀嘀嘀 手上面拿着个奇形怪状的竹筒仔 陆小凤望着他,慢慢走过去 这个小孩子背向着他,没有发觉他来 突然,他看到地上有个影子就咋压的声音,拼命地跑 不過跑了幾步, 綠小鋒一手抓住他 小孩子馬上叫到劏豬的聲音 綠小鋒讓他叫一陣子 然後說, 我不是鬼, 我是人 小孩子的頭看著他, 還是驚魂未定 你...你...你真的不是鬼 鬼沒影的, 我有的, 你看 那...那你抓著我幹甚麼 我有幾句話要問你 那...那問完, 你就放我走 我不僅放你走, 還給你兩吊錢 那...那你想問甚麼 你叫甚麼名字, 你家在哪兒 我叫可憐, 沒有家裡的 各位, 那可憐當然不會有家 沒有家裡的小孩子才會叫可憐 那這個小孩子就不單止可憐 而且很老實, 不像會說謊 綠小鋒就放溫柔把聲說了 那天已經很暗了, 你一個人在這兒, 不怕嗎 我不怕, 甚麼地方我都敢去 你覺得這兒很好玩嗎 一點都不好玩 那既然不好玩, 你為甚麼要來這兒 吹這個小竹筒 哦, 是那個駝背白夜公叫我來的 他又是給我兩吊錢 哎, 原來又是個駝背的白夜公 他為西門吹雪和葉姑成買棺材的是他 害死公老爺的是他 他究竟是甚麼人呢 綠小鋒又再問 這個小竹筒也是他交給你的 是呀, 我吹給你聽 蛤, 那個小竹筒真的又是吹了一下 綠小鋒就不知為甚麼 突然之間, 他有一種預感 一種很奇怪的預感 他忍不住就回頭去看一看 那為甚麼會有這種預感呢 他自己都說不出來 但是就在他回頭的那個時候 他突然見到有一條赤紅色的東西 從地上一飄飄高 好像一枝箭一樣, 紅影一閃 就到了綠小鋒的喉嚨 哇, 千鈞一發啊 綠小鋒一握手, 用兩隻手指一夾 哎呀, 他夾著一樣又冷又散滑的東西 看真一下, 是尺紅色的毒蛇 毒蛇就幾乎咬在綠小鋒的喉嚨那裡 牙嚨那個剃頭啊 綠小鋒的兩隻手指 好彩是捏著蛇的七寸 你說如果出手稍為慢一些 捏的部位稍為歪一些 捏的力度稍為輕一些 那綠小鋒就玩完是這麼大的了 自從出道以來, 綠小鋒的確 可以說是闖過龍潭入過虎穴 生死一線之間的惡戰 他都不知道經過幾多次了 殺人猶如捏死隻藝的惡人 他都不知道遇到過幾多 都沒有內容得到正話那麼兇險 他手上面捏著一條凍冰冰的毒蛇 整個人都凍了 蛇, 這裡有毒蛇啊 那小孩一路叫, 一路走 綠小鋒透了一口大氣 反手一搭 就把那條毒蛇搭在石頭上 再擔過頭 那個又可憐又老實的小孩 就已經無影無蹤 綠小鋒站在那裡 透了幾口大氣 心跳才稍微恢復回正常 誰知就在這時候 黑暗之中又是傳來一聲驚叫 各位, 究竟是甚麼事呢 我就明天再接著講 究竟是甚麼事呢 我就聽 第五十六回 昨日講到 綠小鋒驚雲未定 遠處又是傳來一聲驚叫 是正話那個小孩的驚叫聲 所以綠小鋒就立刻飛撲過去 好快去 他就見到那個小孩可憐 已經暈在地下 是被嚇暈的 被一個死人嚇暈的 那個死人 就在小孩的面前 是個駝背的白夜公 滿頭白髮蒼湯 被一條鮮紅色的醜帶勒死 咦? 訂棺材的是他 害人的也是他 他自己又怎會死在這裏呢? 是被誰勒死的呢? 那條紅醜帶就紅到發令 紅到像鮮血一樣 綠小鋒見過這種醜帶 也都見過被這種醜帶勒死的人 公孫大娘短劍上面的醜帶就是這樣 平成的蛇王也就是被這種醜帶勒死的 嗯...難道是公孫大娘殺了他? 公孫大娘的確是到了京城 九月十五那場決鬥他絕對不會錯過 那這個駝背白夜公又是誰呢? 他為何要害死公老爺呢? 公孫大娘為何要害死他呢? 綠小鋒從來都沒有聽過 江湖中會有這樣的白夜公 他蹦下 想說找一下這個白夜公身上 有沒有些可以證明身份的東西 或者 裡面還會藏著一條毒蛇 綠小鋒手震震的 用兩隻手指一黏 就黏起白夜公的衣襟 裡面沒有蛇 因為蛇會動的 所以綠小鋒的伸手進去 突然之間他就疾著 他看到的是一個白髮蒼蒼的頭 那塊臉又皺皮又老 但是他的手摸到的 竟然是個女人 是個女人風滿光滑的身體來 原來白髮是假的 臉上戴著一塊製作得很精妙的面具 綠小鋒揭開個假髮 再揭開面具 嘩! 臉很白淨很靚 是個絕色美女來 就是綠小鋒認得這塊臉 這個駝背的白夜公 竟然就是公孫大娘 那公孫大娘 易容術之精妙 綠小鋒當然知道 他相信公孫大娘 無論扮成什麼人 世間都沒有幾多人認得出 那公孫大娘武功之高 綠小鋒也是很清楚 這個世上有誰可以鑑生辣得死他呢? 這個兇手的武功 豈不是好得人驚? 綠小鋒忍不住有無情白事打了個冷震 他來到京城才是一日 他遇見的乖事實在太多了 他想不通公孫大娘為何要害死公老爺 更加想不通公孫大娘為何會寫在這裏 通常如果想不通的事太多了 就唯有不想 如果越想越亂 也唯有不想 綠小鋒的原則一向都是這樣的 不過他現在就算不想 似乎都一樣可以隱隱若若的感覺到 在這座古老城市的某一個陰暗角落 有個人用緊一對狡猾過狐狸 惡毒過毒蛇的眼睛盯著他 等著拿他的命 無論這個人是誰 都一定是他平生未遇到過最可怕的對手 他亦都好像隱隱若若感覺得到這個人是誰了 好了各位 我們劃分兩頭 綠小鋒出來這麼久 裏面的情形又怎樣呢 裏面燈光慘淡 照著歐陽晴那塊蒼白的面 他本來長得很漂亮 但是現在全無血色 綠小鋒進來 靜靜站在床頭看著他 好希望他還好似以前 用雙眼來挖自己 罵自己 李彥北和十三伊亦都在 表情很沉重 李彥北說 我們趕進床房的時候 他已經踏低了 他的傷口在哪裡 就在手裡 右手 綠小鋒鬆了一道氣 他心想 毒蛇飆過來的時候 歐陽晴實是想用手去抓 他的反應雖然不夠綠小鋒這麼快 但是他又比公老爺快些 所以咬到手咬不到喉嚨 李彥北就說 好彩你叫我們去救他 遲些都不得慢 那原來 李彥北發現歐陽晴的傷口之後 就馬上封住右手的穴道 不讓毒性擴散 李彥北又說 所以真正救回他的命的不是我 是你 十三一問 我還是不明白 你怎麼知道他會被人暗算的呢 我其實都是短古的 有很多事我都是狐狸狐逃做出來的 你們如果問我怎麼做出來 我自己也不知道 你雖然不知道 不過是做了出來 有很多人就算知道也不會去做 難怪他這麼鍾情於你 喏 他右手雖然被毒蛇咬了一口 人雖然踏低了 不過他的左手 還是拿到實 那一碟酥炸羅片 死都不肯放 因為那一碟菜 是他專門為你煮的 的確沒錯 十三一講的這件事 足以講明歐陽晴對陸小鳳的感情 陸小鳳看著歐陽晴的臉 突然之間 勇起一種沒辦法解釋的情感 他一定要救回歐陽晴 你現北等了很久 終於忍不住問 你找到那個崔竹筒的人 是 是誰 是小孩子 蛤? 黑暗中 是不是另外有個主使的人呢? 聽那小孩子說 叫他做的是 那個駝背的伯爺工 你找到那個駝背的伯爺工了? 世上根本就沒有一個這樣的駝背伯爺工 我找到的是公孫大娘改辦 公孫大娘是什麼人啊? 公孫大娘是歐陽晴的大姐 也是我的朋友 我相信 真正的兇手絕對不會是公孫大娘 是一個 狡惑老辣過霍丘 惡毒陰險過金狗靈的人 他的武功 或者比我見過的所有人都高 各位 霍丘和金狗靈都曾經被陸小鳳當為最可怕的對手 都幾乎將陸小鳳置之於死地 陸小鳳經歷了無數空險 花費了無數心血 再加上三分運氣 才總算把他們兩個人的真面目揭開 是 但是現在這個人還得人害怕 李彥復就說 你怎麼知道公孫大娘不是真兇 我不知道 十三醫就說 你是憑感覺判斷嗎 是 看來你真是個怪人 無論什麼人找到你這種人做對手 一定是不幸運的了 不過這次不幸運的那個很可能是我 現在公孫大娘呢 死了 那個小孩子呢 還暈倒在那裡 那你沒有救他回來 我留他在那裡就是救了他 一個十幾歲的小孩子 絕對不敢夜晚去那種地方 而且 那個竹筒製作得很特別 沒有連過內功的人 根本是吹不響的 加上 我看得出他是炸魂的 哦 那你為什麼不帶他回來 問問他口供 他不會說的 我又不忍心 對一個小孩子迫問口供 那 你可以跟蹤他 看過他去找誰 哎呀 如果我跟蹤他 這個小孩子就死定了 哦 哦 你是怕那個真凶殺他滅口 是嗎 是啊 嗯 想不到 你這份人比我更深遠 是啊 以前有人說我是屎坑石頭 又臭又硬 我也不知道那些人為什麼這樣說 十三醫就說了 那碟酥炸羅片還在外面 是他特別為你煮的 你去吃點 不了 我回來再吃 哦 你要出去 去哪 我要去找一個人 找誰 葉姑成 他既然解得到唐家暗氣的毒 既然救得到他自己 就一定救得到歐陽晴 那現在 歐陽晴蒼白的面上 前面就現出一種好得人怕的死灰色 左邊面已經浮腫了 李彥北的點餘手法真的不是很高明 他未曾完全阻止得到毒性擴散 十三醫就說了 葉姑成那種人 怎麼肯出手救人 他就算不肯我也要去 就算我跪下來求他 我也肯 我怎麼也要救歐陽晴 講完之後 陸小鳳就走了 這晚好夜了 連生意最好 收市最硬的村民居茶館 那些客人都走到七七八八了 陸小鳳還是坐在那裡 看著前面那壺新蔥的香片 吐了 他已經找了很多個地方 找過很多間客棧 但是連葉姑成的影都找不到 以葉姑成這樣的排場 這樣的明星 本來就很容易找的 無論他住哪裏 都靈瀉野眼過人 但是 他自從今天中午在春華樓露過面之後 就好像西門吹雪那樣 突然之間失蹤 連一點有關他的消息都沒有了 陸小鳳想不通為什麼會是這樣的 葉姑成本來沒有理由要躲起來 連那個被他傷了琵琶骨 將會終生殘廢的唐天庸都沒有躲起來 唐天庸的落腳處 就在古樓東大街 一間規模很大的全福客棧 聽說 已經找過很多專醫鐵打外傷的名醫了 他沒有離開京城 就不是因為他傷得厲害 是因為唐家的高手已經傾巢而出 就夜兼程 要趕來京城為他們的兄弟報仇 當然 也是一件轟動武林的大事 第二件大事就是 嚴仁英雖然找不到西門吹雪 不過 他找到幾個很厲害的幫手 聽說 其中不單只有西藏密宗的喇嘛 還有在聖母之水峰苦練多年的兩位神秘劍客 他們不知為什麼 居然都願意為嚴仁英出力 這兩件事 對西門吹雪和葉姑成都是不利的 第一批人就要找葉姑成 第二批人就要找西門吹雪 所以 無論他們誰贏也好 輸也好 只要不死得 就不用荒有好日子過了 陸小鳳打聽到的消息真的很多 偏偏沒有一樣是他想打聽的 甚至連木道人和古松居士都找不到 茶客走一個小一個 那個伙計戳著那個大水壺就放下了 時不時用眼尾稍稍綠小鳳 意思就是說 你很快點走了 綠小鳳呢 就假裝看不到 因為他現在實在沒有地方去 找不到葉姑成 怎樣回去面對歐陽情呢 他嘆了一口氣 拿起茶碗 還未曾拿到嘴邊 突然之間 韓光一閃 噴一聲 茶碗打到粉碎 有一支三寸七分長的三零透骨錶 和爛碗一起掉落地 門口掛著燈籠 有一個穿著青布架衣 網鞋白襪的和尚 就在那裏對著他冷笑 那關外的武林高手呢 幾乎沒有人會用這種飛鏢的了 但是這個和尚的飛鏢手法又快又準 可以算是一流高手了 陸小鳳既不認識他 亦都想不通 他為何會突然之間出手暗算 最奇怪的就是 這個和尚一擊不中 居然還留在外面不走 陸小鳳笑一笑 他不單止沒有追出去 反而向和尚笑一笑 為甚麼呢 唉 現在麻煩事已經夠多了 他不想再惹麻煩了 誰不知 和尚見他不理 一揚手又有兩枚飛鏢飛過來 陸小鳳唯有嘆一口氣 他看得出 這個和尚是刻意跟他玩東西的 他想不出去都不行了 所以 那兩枚飛鏢還未打到來 他個人就突然之間出門口了 誰不知 這個和尚見到他出來 嘿 雞地腳走 等到陸小鳳不想再追 這個和尚又是在前面停下 又猛地入手 真是奇哉怪也 怪事就越來越多 陸小鳳不想再追 偏偏不追又不行 結果 追出兩條街之後 和尚突然在一條行那裡停下 笑著說 陸小鳳 你敢不敢過來 陸小鳳當然是這樣 世上 世上 很少有說他不敢做的事 他雖然明知自己一入這條行 這個和尚隨時都可以出手 行裡頭很可能還有一些他見不到的陷阱和埋伏 這個和尚也很可能還有一些更厲害的招殺手 但是他不理 朝走進去 誰不知他一走進去 和尚突然之間 突然之間 一聲向他跪下 恭恭敬敬敬 扣了三個響頭 陸小鳳又是打過突 和尚突然之間 和尚看著他笑笑口說 你認識我嗎 陸小鳳摸摸的頭 他未見過這個和尚 和尚 那三靈透骨鏢你也怕認識吧 你是關宗飛鏢聖家的人 是嗎 是啊 在下聖通 這個名字 陸小鳳也不熟 非表姓家 就不算是江湖中的名門大族 所以陸小鳳就沒有聽過 姓通就接著話 在下 是來還債的 還債 是 姓家滿滿上下 都欠了六大俠一筆債 那你實在搞錯了 我從來都不欠人 也都沒有人欠我的 在下沒有搞錯 六年前 本門上下十一人 全部敗在霍天青的手上 滿門被逐出關中 從此父母離散 兄弟飄零 在下 也都被逼入了空門 雖然有恕恥之心 無奈霍天青武功高強 在下 也知道復仇無望 你以為是我殺了霍天青替你們出氣 所以要來報恩 是啊 綠小鳳唯有苦笑 霍天青就不是寫在他手上 獨孤一學 和蘇紹英也都不是 但是那些人偏偏把這筆帳算在他身上 有仇的來報仇 有恩的來報恩 江湖中的恩恩怨怨時時非非 難道他真是這麼難分得清楚 綠小鳳嘆了一口氣話 哎呀 霍天青他不是 無論怎麼說 如果不是陸大俠你仗義出頭 霍天青今天一定還在珠光寶器國那裡搖舞揚威 又怎會落得這樣的下場呢 他這樣說法 又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各位 這個和尚究竟是來報恩的 還是陷阱來呢 第五十七回 聖通說 如果不是綠小鳳仗義出頭 霍天青今天一定還在珠光寶器國搖舞揚威 就不會落得現在這樣的下場 聽他這樣說 就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綠小鳳就說 哎呀 就算你欠了我的 現在都還了 聖通就說 哎呀 叩頭 只不過是表示尊敬 那又怎算大報恩 不算 不算 絕對不算 那又怎才算呢 聖通就突然 從衣裏邊拿出一個包紮得很仔細的郵報包 雙手奉上 他說 這個 就是在下專程送來給霍大俠 的 綠小鳳接過來 他突然之間發覺 被人強迫接受報恩 這種滋味就不好得過被人強迫接受報仇多少 更加令他想不到的就是 這個郵報包包著的 竟然是一條血跡斑斑 黏著很多濃血的白布帶來的 打開包袱 哇 一陣無法形容的臭味工備 綠小鳳連笑都笑不出 他說 什麼 你專程來送給我就是這條布帶 是 你送這東西給我就是為了報恩 沒錯 綠小鳳看著布帶上面那些龍呀 血呀 真是都不知道生氣好還是笑好 喏 這個和尚打了他五彪 又送了一條臭布帶給他 還說是來報恩的 這樣報恩法真是世上小見 好彩是來報恩的 如果來報仇還得了 咦 米區了 怕你才怕米貴 那麼綠小鳳移得和尚快點走 他說 呃 那你現在呢 算是報過恩啦 那麼 誰人都聽得出 綠小鳳這句說話的意思就是說 報完恩你要走了 誰不知 勝通居然還是不肯走 他說 這條布帶 比著平時或者真是一千不值 真是這時候 簡直是價值連城 啊 真是講大話都沒有譜 一條這樣的冤崩難臭的布帶 又怎會是價值連城啊 不過 這個和尚偏偏講得好像似層層的 不似是作出來的 於是 綠小鳳也都好認真地問了 這條布帶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啊 嗯 這條布帶 是在葉菇城身上解下來的啊 綠小鳳一聽 啊 真是踏破鐵鞋無蜜處 得來全不費功夫 這條又骯髒又臭的布帶 對他來說 哇 立刻變成比黃金肉帶貴重得多的寶物 那樣了 勝通就說了 嗯 在下為了備仇 沒面見人 所以故意奸了一間香火冷落的和尚廟出家 老和尚死了之後 在下就是那裡唯一的住持了 葉菇城就在那裡啊 他是今天中午之後才來借宿的 廟裡邊的增房本來只有兩間 老和尚死了之後 那間屋從來都沒有人住過的了 更加沒有鄉客來借宿 今天居然有人來 在下就已經覺得很意外了 他是一個人去的 是 他來的時候 在下都想不到 他就是明滿天下的白雲城主 那你是怎麼知道的 他來了之後 就關上房門 隔半個時辰這麼久 就要我送一盆清水進去 還叫我去買了一批白布 又將這個郵報包交給我 叫我埋了他在地下這樣說 那葉菇城當然絕對想不到 這間香火冷落的和尚廟主持 以前竟然也是個老江湖 所以對他就沒有些戒心 那聖通入省買布 才聽到葉菇城在張家口被唐門暗器打傷 又在春華樓那裡打傷唐天庸的事 又打聽到 這位白雲城主的裝束和容貌 兩下一印證才知道 到廟裡來借宿的這位奇怪的客人 就是震動精華的白雲城主 綠小鳳聽了之後 嘆了一口大氣 現在 他總算想通了兩件他本來想不通的事 第一 既不喜歡賞花 亦都不近女色的葉菇城 要美女在前面用鮮花鋪路 是因為要掩飾自己身上傷口那裡發出來的惡臭味 第二 綠小鳳在省裡找不到他 是因為他根本沒有在客棧下腳 躲在放膠的一間爛廟那裡 想通了這兩件事 他就更加不開心 他本來還期望葉菇城救得歐陽晴 但是現在才知道他自身都難保 盛通又說 正說我入省 省裡面十個人之中至少有八個人都認為 葉菇城贏定的 輸到的盤口甚至到了七博一 買葉菇城贏的 現在如果有人知道這個消息 見到這條布帶 我想都怕 你說得沒錯 這條布帶的確可以算是價值連城的寶物 我實在是壽之有愧 各位 壽之有愧的意思 通常就是卻之不公 盛通見他這樣說開心 他說 在下雖然不是什麼大人物 但是亦都跟陸大俠你一樣 從來都不願意欠人債 只要陸大俠肯收下這些心意 在下心得安樂些 這間廟在哪裏 陸大俠是不是想當面去見見各位白雲城主 我不是不信你 不過實在很想去見見他 我跟他雖然不過見過兩次面 但是始終將他當作我的朋友 陸小鳳知道 葉菇城現在一定很需要朋友 也知道葉菇城的朋友不多 這種時候 一個真正的朋友對葉菇城來說 可能更難求過解藥 聖通果然帶陸小鳳去 去到那間爛廟 房子很潮濕很暗 只有一張床一張桌一張椅 周圍灰塵很多禽盧鮮膜 葉菇城躺在那張又凍又硬的木板床上面 雖然很累 不過輾轉反側怎麼都睡不著 他本來很習慣寂寞 一個像他這樣的劍客 注定和人世隔絕 正如一個苦行爭一樣 陳世間的一切歡樂都與他無緣 因為爭道 是一定要在寂寞和困苦中 才能誤解得到 劍道也是一樣 無家企 無朋友 無老婆 無子女 甚麼親人都沒有 在他一生中 寂寞就是他唯一的伴侶 不過 他還是沒有辦法忍受這種 比寂寞更加可怕的淒涼和冷落 因為他以前過的日子雖然都很孤獨 但是充滿尊榮和很有光彩 現在 風從窗外吹進來 殘舊的窗門吹到咦咦咦聲響 屋裏邊一陣 連風都吹不散的惡臭味 他知道他的傷口已經化了 肉都有點爛 他本來是一個很孤高尊貴的人 現在十足在一隻受傷的野狗 躲在黑洞裡 這種折磨和痛苦 是他死都不願意接受的 但是他一定要忍 因為他一定要過9月15日 唉 漫漫長夜 叫他怎麼過 真是到日如年 假如現在有一個親人 有一個朋友在陪陪他 都會好過很多 怎知他偏偏命中注定是個孤獨的人 從來都不願意接受人家的友情 也都從來不肯將感情奉獻給人 他突然發覺 現在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想到自己都需要一個朋友 他又是想起很多事 想起他平日 由朝到晚 不停地苦練 想起他的對手 在他的劍下流出來的鮮血 也想起碧海青天 黃金燦爛的陽光 白玉一樣的浮雲 他想死 但是又不想死 一個人的生命中 為何會有這麼多無可奈何的矛盾呢 傷口又是開始流浪 又是發臭 他強行想起床 用清水來洗一次 換過一塊包紮的布 雖然他都知道 這樣做對他的傷勢沒什麼幫助 甚至可以說是飲枕子喝 不過他只可以這樣做 唐門暗氣好厲害 他坐起來 剛剛落床 突然聽到窗外面有一陣風吹過 好像是自然風那樣 他的劍就在桌上 他一伸手就拿著劍 他反應很快 動作依舊很靈敏 誰不知窗外面有個人說 不用拔劍 如果有酒的不妨針定一杯 因為葉孤城拿劍的手慢慢就送回 他聽得出這個人是誰 是陸小鳳 當然是陸小鳳 葉孤城勉強站起來 站到直直 躺一躺一躺 大步就走過去拉開門 陸小鳳 陸小鳳說 怎樣 想不到我會來了 葉孤城沒有說話 轉身在那張唯一的椅子裡坐下 他說 你本來不應該來 這裏沒有酒 但是這裏有朋友 朋友 這兩個字好像酒一樣流入葉孤城的喉嚨 他突然覺得一陣熱血頂上來 不過仍是硬硬頂著他說 這裏沒有朋友 只有一個殺人的劍手 殺人的劍手都可以有朋友的 你若沒有把我當朋友 又怎會把這把劍放在桌上 葉孤城看著他 面色就好看一點 唉 一個人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 突然之間發覺自己還有一個朋友 唉 這種感覺絕對不是任何事可以代替 甚至連愛情都不行 葉孤城過了很久了 他才說 你以前 好像沒有要我和你做朋友 哈哈 以前你是明鎮天下 不可一世的葉成主 現在呢 唉 在決鬥之前 你本來應該和唐天怡那種人交手 你應該知道唐門的暗器是無藥救得到的 我本來 的確是不想和他交手 但是他欺負到上面 一定要逼我拔劍 他說我 他說我趁他不在的時候 調棄了他的妻子 唉 我知道 你一定沒有這樣做 既然沒有 你為什麼不解釋呢 避著你是我 你會不會解釋 陸小鋒我唯有承認 比著他自己遇到這種事 亦都一定不會解釋 因為這種事根本就不值得解釋 亦都一定是沒辦法解釋清楚 所以 你就唯有拔劍了 是嗎 嗯 我唯有拔劍 不過我還是不明白 以你的劍法唐天怡應該是沒有機會出手傷得到你的 他本來是沒有的 那為什麼你受了傷呢 這件事 唉 我本來都不想說的了 他有機會出手 是因為我拔劍的時候 突然之間聽到一陣很奇怪的吹竹筒聲 那你立即是否發現有一條毒蛇 你怎麼知道的 因為就在今天一日之內 我已經有兩個朋友被那種毒蛇咬死了 還有一個人躺在床上生死未明 這陣子 兩個人心裏都明白了 這件事 一定是有人在暗中陷害的 究竟是什麼人的陰謀 目的又是什麼呢 陸小鋒問 你重傷之後 最有好處的人 本來應該是西門吹雪的 是 但是害你的人 絕對不會是西門吹雪 我知道 我相信 他絕對不會是這種無恥的小人 你真的相信 哼 好像這種卑鄙無恥的小人 絕對不會練得成他那種孤高絕世的劍法 想不到 你居然是西門吹雪的知己 我了解的不是他的人 是他的劍 其實你們都是同一類人 是嗎 葉孤城沒有承認 也沒有否認 兩把孤高絕世的劍 兩個孤高絕世的人 一定會聲聲相識 看來 世上不單有肝膽相照的朋友 也有肝膽相照的仇敵 後者比前者更難求得多 葉孤城說 聽說 有很多人 在我身上落了重注 買我贏 是啊 現在買你贏的盤口是七地一 其中 當然也有買西門吹雪贏 沒錯 我若過輸了 這些人 不就可以做修捕你 你認為陷害你的人 就是買西門吹雪贏的人 問你認為 不是嗎 陸小鳳心裡知道絕對不是 不過他沒有說出來 因為那個人 不單是陷害了葉孤城 也同樣害了公老爺 公孫大娘 和歐陽晴 他一定還有更加可怕的陰謀 更加大的目的 絕對不只要贏這筆賭注 這麼簡單 葉孤城又是站起來 退開窗門 看著窗外面的明月 他說 過了紫時 現在應該算是九月十四 你還是要如期應戰 你看我 像是個沒有信用的人 那你的傷怎麼辦 傷是沒得救的 既然要死了 可以死在西門吹雪劍下 是最開心的 那你們可以改旗 是呀 不改得 為甚麼 我分人這麼大個兒子 講出來的說話 未曾改過 你們不是改過一次的了嗎 這是有特別的原因 甚麼原因 你無須知道 我一定要知道 我一定要知道 因為 我不單是西門吹雪的朋友 也都是你的朋友 我有權知道 葉孤城 慢慢掩翻窗門 又是退開 他一直都沒有轉回頭 似乎不想被陸小鳳看到他面上的表情 又過了很久 他突然說 你知不知道他們有了小孩 你講甚麼 葉孤城沒有再去重複 他知道陸小鳳已經聽清楚了 陸小鳳聽了之後 整個吐了 一個男人在生死決戰之前 如果知道他的女人有了自己的小孩 怎樣去跟人打 好 各位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欲知後事如何 書接上一回 話說 葉孤城 講了給陸小鳳知道 說西門吹雪 和孫秀珍有了小孩 於是 陸小鳳就終於明白了 他說 哦 原來是他去求你改旗的 因為他一定要把孫秀珍以後的生活安排好才行 他沒有把握贏你 是嗎 他是個很負責任的男人 也知道自己的仇人太多 他如果死在你手上 他的仇家當然不會讓他的女人和他的小孩留在世上 他生平從來不願意求人 就算死了 都絕對不願意求人去保護他的妻子 哦 所以他才要你再給他一個月的寬限 讓他能夠安排好自己的後事 是嗎 避著你是我 你應不答應啊 陸小鳳嘆了一口大氣 現在他終於明白 西門吹雪為何突然之間失蹤 唉 他說要找一個絕對秘密的地方 將他的妻子安頓好 讓他能夠平平安安生仔 咦 那個地方當然就不可以讓任何人知道 葉孤城看著天上面的明月 他說 月圓之夜 紫禁之癲 陸小鳳忍不住問他 月圓之夜還是改在月圓之夜 那紫禁之癲又改在哪裡啊 改在紫禁之癲 咦 紫禁之癲就是紫禁城啊 沒錯 你們要在紫禁城裡面 太和殿的屋頂上面決鬥啊 各位 太和殿就是金聯殿 也就是紫禁城裡面最高的一座大殿 紫禁之癲當然就在太和殿上面 太和殿有幾十丈高 屋頂那裏鋪著扇腳的琉璃瓦 不說別的樣子 上得去都算本事的了 何況 那裏又是皇帝接受百官朝河的地方 禁衛就極其心嚴的 而他們兩個偏偏選擇這樣的地方來決鬥 都可謂沙膽到沒有抱了 葉姑成就說了 你怕的 就不要去 哦 我明白了 你們選那裏 就是不想讓人去看是嗎 我們決鬥 不是為了讓人看的 那究竟是為了甚麼 就是因為 他是西門吹雪 我是葉姑成 啊 這樣都成理由的 偏偏就成理由 西門吹雪和葉姑成 命中注定是要一較高下的了 已經不用再有其他理由了 兩個孤高絕世的劍客 就好像兩火流星 若是相遇一定會撞出驚天動地的火花 火花雖然一瞬間就會消失 但是足以照耀千古 葉姑成就說了 你想知道的事 現在全部都知道了 你為甚麼還不走啊 除了我之外 還有沒有人知道你們決鬥的地方 我沒有告訴別人 我沒有別的朋友 葉姑成這樣說 就是已經承認了 陸小鳳是他唯一的朋友了 九月十四一早 李彥北從他三十個公館中的 第十三個公館出來 沿著神霧微慢的街道大步向前走 不過 今天他的腳步就很沉重 他的腰雖然還是好挺 但是那雙眼有點疲倦 因為昨晚他根本沒有睡過 十一年來 每日是同樣的時間 他都會沿著同樣的路線散步 而且身後面一定有一大群人跟著他 但是今天沒有 連一個人都沒有 太陽還未曾升起 樹上結著秋霜 今天又是冷過昨天 說不是 隨時都可能會下雪 不過的冬天 來得特別早些 尤其是李彥北 對他來說 早就已經是冬天了 冷到入深了 神霧之中 對面有個人沿著路邊 大步向著李彥北走過來 李彥北還未看清楚他的臉 就知道他是陸小鳳 陸小鳳說 是我 一個人天天這麼早出來走 肯定會長命些 李彥北就說 你走了很久了 好像也有半個多時辰了 那你為什麼不進去呀 我怕 怕? 你也會怕的嗎? 會 我時常都會怕的 你怕什麼呀? 你不敢去見歐陽晴是嗎? 是啊 唉 他沒死 他中的毒 好像沒有外表看來那麼嚴重 嗯 今天 不得你一個人了嗎? 嗯 今天各人都有各人自己的事要做呀 那你也不要出來走呀 昨天出了那麼多事 小心點好呀 唉 不怕 來 我們一路走一路聊 哈 十一年來啦 我日日早早都要出來走個滑 習慣了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 無論是翻風下雨 我都未曾間斷過的 各位事實是 這個地頭是屬於他的 他走在這些古老闊落的街道上面 覺得好驕傲 好滿足 就好像大將檢獄自己的士卒 帝王巡視自己的國土一樣 陸小鳳很了解他這種感受 他說 那給著我是你 我都會天天這樣走一趟的 嗯 你一定會 不過我今天怎麼都不會走 嗯 哈哈哈哈 給著你是我 一定會 尤其是今天 為什麼 因為今天 是我最後一次了 最後一次 怎麼會呢 你有沒有見過我的兒子 沒有 我有十九個兒子 最小的那個才是兩歲 他們都是我的親生骨肉 我今年五十了 不過外表看還很壯健 其實老了 你不老了 有人說 男人到了五十以後 人生才是真正開始 唉 我已經輸不起了 因為 我不可以看著我的兒子 捱動手餓的嘛 你不是把你的地盤賣給人的嘛 是啊 我本來都不想這樣做 但是人家給我的條件實在太優厚了 什麼條件 他們不單止願意背著我和杜童軒的賭注 願意為我解決這件事 而且還保證將我全家大小 平平安安送到江南 好 我知道江南是個好地方 到春天 昂飛草場 屠紅柳綠 小孩子在那裡長大 以後就不會像我這麼老粗 唉 你的確是個老粗 你沒有小孩 你不知道做爸爸的心情 這次西門吹雪 若我輸了 我就馬上走投無路 什麼都沒有了 陸小鳳很明白 無論誰帶著十九個兒子 都一定很多顧忌 你不就說 昨天我見過葉孤城之後 我就知道自己根本就沒有機會贏 你把這個地盤讓給誰 顧青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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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人 是個道士 道士 道士有很多種 那他是哪種 是既有才 又有勢那種 道教分南北梁中 南中的宗師就是龍虎山的張真人 北中的宗師就是白雲貫主 他就是白雲貫主 是 白雲貫就在郊外 當朝的明公巨卿 有很多都是白雲貫的常客 甚至還有些拜在他門下 哦 所以他表面雖然是個道士 其實就等於這個土豪惡霸 哈哈 他如果不是這樣的人 又怎麼會要我把地盤讓給他呢 喂 這件事是不是沒得搬 我已經接受了他的條件 把我名下的產業全部過了給他 你的門人弟子呢 難道全部都被他收買了 真正控制這個區的就不是我 是我的幫會 你不是這個幫會的主席嗎 是 以前是 現在這個幫會的幫主 是他了 我已經把十年前從前任幫主手上 接過來的龍旗令符 當著證人面交給他了 證人 證人是誰請來的 雖然是他找來的 不過也是一些我一向很尊敬的江湖前輩 是誰 一位是武當的木道人 一位是黃山的古蟲居士 還有一位是老實和尚 陸小鋒聽了整個疾住不走了 連臉色都變了 他說 難怪我找不到他們了 原來我走了之後他們反為來了 我沒有在他們面前提起你 既然他們作證 那這件事就真的沒得搬 我本來就不想搬 是我自己決定的 對了 你好像有什麼話想說的 是嗎 陸小鋒沒有說出葉孤城現在的狀況 他幾次想說的了 但是又吞回落土 李彥北是他的朋友 朋友要走了 既然又沒得搬 那為什麼不讓他笑著走呢 能夠讓朋友笑的時候 就絕對不要讓朋友生氣 這個是陸小鋒的原則 那當然 他一定要分清誰是仇敵誰是朋友 他又問 那你打算什麼時候走呢 都怕過了明天 我雖然已經是個局外人 我還是想知道這一場決鬥的結果 陸小鋒慢慢說進去 他很了解李彥北現在的心情 他說 你走的時候 我可能就不會送你 但是你如果再來的 就算落狗屎 我都一定會去接你 我一向不喜歡送行 這事實 李彥北總是令人傷感的 他雖然輕生死 但是還別離 李彥北勉強一點 他說 我明白 我這一魂走 永遠都不會再回來 是啊 如果你到了江南 我一定要去接你 好 對了 木道人他們 是不是和顧清風一起走的 是啊 他們去了哪 白雲觀 白雲觀的齋和酒 一向很出名 各位 白雲觀真是名符其實 似乎就在白雲之間那樣 禁壁輝煌 宏偉壯觀 遠遠遠望過去 就好像飄在白雲之間的一座天宮那樣 鑲著黃銅秀環的七黑大門 現在是打開的 不過沒有人 神風的隱約傳來一陣陣的重驚聲 你聽 大殿裏面沒有人 幾快樂業 在庭院中 隨風飛舞 陸小鳳穿過個園仔 走過香火很旺的大殿 從後面那扇很窄的門就走出去 突然 他發現有個青衣黃帽的老道士 站一棵紅銅樹下面 冷冰冰地看著他 陸小鳳就問 顧青鋒顧真人是不是在 那個道士沒有回答他 一陣風吹過 陸小鳳突然發現 他肩膀後面有黃水飄飛 原來他背著那把烏鞘長劍的 他又問 道長 是不是就是顧真人 那個道士還是不出聲 臉上完全沒有表情 陸小鳳笑一笑 他自己跟自己說 原來這個道士聾 問錯人 誰知道道士出聲 你沒有問錯人 不是來錯地方 是 道士懂得說話 他又問 請問這裡是不是百雲觀 是 百雲觀 怎麼不能來的 人家都來得 唯獨你不來得 你知道我是誰嗎 道士哼一聲 閃開身 原來他捱著的五銅樹 樹皮被削去一塊 上面竟然用珠沙寫著八個字 小鳳飛來死於樹下 啊 陸小鳳見到就嘆了一口氣說 啊 你果然知道我是誰 奉妻吾銅 你撲吾銅樹在你的葬身之地了 你以前見過我的嗎 沒有 我們有舊仇啊 沒有 有新仇啊 也沒有 那就奇了 我們既然素不相識 又沒有新仇舊恨 你為什麼一定要拿我命呢 因為 你是陸小鳳 那老道士一動手 長劍出竅 劍光猶如一鴻 抽水 老道士用手指一彈 生一聲 啊 靚劍啊 跟著 四面突然之間 跳了六個裝束和一模一樣的王冠道士 六個人 六把劍都是百年精鋼鑄成的青鋒長劍 劍病的王水在風中飛舞 他們突然之間同時出手 嘩 竟然是道派北中 全真派的北傳之臂 北斗七星陣 那個老道士 顯然就是陣裏面的靈魂 他劍法精妙流動 雖然就不可以同意 孤城西門吹雪 那種絕世無雙的劍客相比 但是劍走輕靈 二在劍仙 已經是江湖中的一流高手了 何況 這個北斗七星陣結構精密配合默契 七把劍呢 好像有七十把劍的威力那麼交關 陸小鳳看白 連還擊的機會都沒有 劍光猶如劍網 他馬上就像一條落入網裡的大魚一樣 各位 究竟這條網中魚怎麼死呢 第五十九回 陸小鳳被北斗七星陣圍著 那被著帝哥呢 就死定了 但是陸小鳳不同 他嘆了一口氣 他說 劍是好劍 劍法也好劍法 只可惜你們這些人錯了 沒有人問他錯在哪裏 就算有人想問都來不及了 就在這陣子 陸小鳳突然出手 只見他身體在原地奢律幾個圈 手掌一托 托著老道士的右竿 輕輕一托 馬上拚令框冷七把長劍搞在一起 課勝四賊 陸小鳳呢 厲害呀 好像一條魷魚那樣滑出去 就不是網中魚 是海中魚 誰不知 才出虎口又入狼窩 突然 一道寒光長紅一樣飛過來 這劍的速度和威力 厲害過老道士很多 陸小鳳的身體剛剛才出了劍陣 劍光已經到了喉嚨前面的方寸之間 厲害呀 幸好陸小鳳就是陸小鳳 他突然之間用兩隻手指一夾 劍風就被他夾著 陸小鳳用兩隻手指夾著劍風之後 笑著看著前面一個穿得很漂亮 白臉流梭的中年人 這個人呢 好吃驚地看著他 唉,當然吃驚啦 沒有人相信世上會有人出手這麼快的 這個人也不相信 他自信自己的劍法 已經不在葉姑城和西門吹雪這些人之下 他自信正說這個劍實可以得手 但是現在他才知道自己錯了 就在這陣子 吳童樹後面的屋簽下 突然之間有個人 劣著撿鬍大笑著說 哈哈哈哈 我早就講過 葉姑城的天外飛仙 那陸小鳳的靈犀的子 都是絕世無雙的武功 你啊魂 你們相信啦 哈哈哈哈 那另外一個人就說 我們總算是開了眼界了 佩服佩服 陸小鳳果然不愧是陸小鳳呀 那各位 劣蘇大笑的是木道人 口講佩服的 就是白雲貫主顧清風 那有些人面上 永遠都好像戴著微笑的 顧清風就是這種人 他是個怡庸修傑 風采偏偏的人 他的微笑令到他看起來 更加是溫文親切 他走過來 抹走梧桐樹上面的朱沙 他說 哈哈哈哈 陸公子 現在都看得出 這一場只不過是 只不過是幻笑嘛 哦?那你也知道嗎? 哈哈哈哈 因為有很多人都跟我開過這種幻笑的了 嗯 開這種幻笑 當然就不是太好 不是太好也不是太差 起碼每次有人跟我開這種幻笑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自己運氣不錯 為什麼呀 為什麼? 哈 好簡單 如果運氣不好 還笑就不是還笑了嘛 啊 陸小鳳輕輕放下手上夾著他的劍 好像怕死把劍會割損他的手指那樣 那個本來很吃氣的中年人就笑著說 哈哈哈哈 我本來都不想開這種幻笑的 不過他們向我保證說 世上絕對沒有任何人可以一劍刺穿綠小鳳的喉嚨 所以我就忍不住屎屎 你不生氣嗎? 哈哈哈哈 我就算生氣 都不敢在大內護衛高手面前生氣了 什麼? 你認識我嗎? 唉 除了富貴神劍恩善恩三爺之外 還有誰使得出正話那招玉女穿梭? 木道人這時候又是大笑的話 哈哈哈哈 我也說的 這個人不單止手上功夫厲害 眼力一向不錯的 那各位 江湖中人都知道 王宮大內裏面有四大高手 但是真正見過這四個人的人就不多 恩善大笑著拍拍綠小鳳的肩頭他說 哈哈哈哈 你眼你果然不錯 我已經有十幾年未曾出來過江湖走 但是想不到你居然還認得出我 哈哈哈哈 能夠使得出玉女穿梭這一招的人不少 但是能夠將這一招使得這麼出神入化的天下就只有一個人 聽口氣 但是陸小鳳對這個人印象真是不錯 可能在他想像中 大內高手全部都是雙眼長上額頭的人 而這個人很和氣 所以陸小鳳就不想浪費他 恩善就好像得了身彩 他說 你說的是真話 我個人從來不說謊 那你一定要告訴我 我這一招玉女穿梭 比起葉孤城的天外飛仙 怎麼樣 你一定要我說 我知道你接過他一招天外飛仙 所以世上就只有你一個人夠資格評論我們的高下 嗯 這樣 我接他那招的時候 我背部是一張牆 我完全沒有後顧之憂 接你正還這一招呢 背後還有七把劍 哦 那就是 我比不上他 你的確比不上他 嗯 啊 現在我總算見識過你的靈犀一子了 但是 葉孤城的天外飛仙 顧清風就加把嘴巴說 哦 葉孤城天外飛仙 你很快就會見到了 什麼我實見得到嗎 實見得到 明天就是月圓之夜十五的了 紫禁之癲就是紫禁之癲 所以就算人家看不到 你也一定看得到的 什麼 紫禁之癲 他們居然在過這樣的地方 他們真的很膽 如果沒有驚人的功夫 又怎麼會有驚人的膽量呢 哎 你不應該把這件事告訴我 為什麼 你不記得我是大內的示威 不是啊 我怎麼可以讓他們善闖禁地的 你可以破例一次的 為什麼要破例 因為我知道 你一定想見識見識葉孤城的那一招 絕世無雙的天外飛仙 那陸小鋒就問 決鬥改過地點是個秘密 顧道長你怎麼知道呢 啊 不是秘密 在京城 根本就沒有秘密 所以你早就知道我會來的了 你是李彥北的朋友 如果不是你 他早就死在杜童軒的手上了 木道人也說 我們本來呢 是去找你的 想不到就做了他們的見證 那老實和尚呢 他是被我拉過去的 我知道你在到處找他嘛 顧青鋒也說 只可惜我們去遲了 吃不到十三衣親手為你做的貨烤羊頭 你們出家人都吃羊頭的嗎 不吃羊頭的出家人 又怎麼肯花一百九十五萬兩銀 揹起你彥北的賭注呀 是不是你有把握知道不會輸呀 如果有輸沒贏的賭注 你肯不肯買呀 那當然不肯啦 你如果買了 是不是多少都有些把握呢 顧道長 看來你跟我一樣都不會說謊 帥家人怎麼說謊的 跟著 他們就走入禪房 那禪房裏面呢 居然坐著整屋人 一個二個就坐到齊齊齊 好像一班坐在學堂裏面等著放學的學生 陸小鳳就見過他們 個個人都見過 這班人 就是日日早早都要跟著李彥北走半個時辰的 自從金都馮坤被拋入了河裏面之後 就從來沒有人敢不道過的 但是從今天開始 他們就不用再走了 因為李彥北連地盤都頂了給人 所謂樹倒就胡宣散 古時的人都很現實的 陸小鳳看著他們小少說 坐雖然舒服過走 不過肚腩很容易就會凸出來 肚腩大未必是福氣來的 個個人聽了都蹲低頭 其中有個是蹲到最低的 他就是黑衣繳照正我了 看到他 陸小鳳立刻又想起那匹白馬 和白馬上搭著的那個死人 還有那個嚴仁英 陸小鳳想問他 那個人是怎麼死的 那匹白馬是怎麼來的 但是又不可以在這裏問 比著另一個人 多數都是詐不知的 但是陸小鳳不會 他突然衝過去 一手撿著黑衣繳的心口 他渴望 好啊 還有不讓我抓到你 我看你跑到哪兒 大家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黑衣繳就更加是嚇到臉青 顧清風是想過來勸的 木道人也想過來勸 但是陸小鳳瞪大雙眼他說 那 我今天要和這個人算一筆舊 等我算完之後 再來陪各位喝酒 如果有誰想攔阻我的 攔阻就會怎樣呢 他就沒有說下去也不用說 沒有人那麼笨為黑衣繳得罪陸小鳳 於是陸小鳳居然當著這麼多人面 拉了黑衣繳出門 出了白雲罐 又拉進一個樹林裡 黑衣繳嚇到腳仔都軟了 究竟有什麼事 我和陸大俠你沒有和我舊張 沒事也沒有舊張 什麼都沒有 那你和我開玩笑一下 這個玩笑就不好玩 還不好玩過正說他們和我開的那個玩笑 那玩笑就雖然不好 如果不是玩笑就更死火 只不過玩笑有時候都會變成不是玩笑的 那我如果和陸大俠你打聽到消息了 那還會不會變成不是玩笑 那就不會了 絕對不會了 那個玩笑呢 就還是玩笑 那各位 陸小鳳真是狡惑 他想避開那些人單獨問黑衣繳 所以想了個這樣的辦法 黑衣繳真是被他嚇死的 那原來 黑衣繳已經打探清楚了 那批白馬呢 是從紫禁城西北角那裏跑出來的 那裏是太監住的地方 各式各樣邪門外道的東西都有 黑衣繳有個太監朋友叫做小安寺 黑衣繳就是從他那裏打探到的 所以陸小鳳就立刻要黑衣繳帶他去找那個小安寺 陽光照在紫禁城的西北角 雖然有陽光 但是這個地方一樣是這麼陰暗的 沒來過這裏的人 絕對是想不到莊嚴宏偉的紫禁城裡頭 居然有個這麼陰暗的角落 陸小鳳更加是想不到 宏偉壯麗的城牆下面 竟然有一片是用木板和泥磚搭城的屋仔 好貧窮好簡陋 街道好窄好邋遢 兩邊有一間間被油煙屈到黑曬的小飯舖 吵圈巴閉的茶居仔 和雜貨舖仔 一走進去 一陣煙臭味 酒臭味 鹹魚味 縮豆腐的臭味 還有各式各樣 連講都講不出來的異味 再混在女人頭上的刨花油香 炸排骨和燜狗肉的香味 嘩 簡直是大集會 陸小鳳連發夢都想不到 世上竟然有些鑑的味道 他簡直不相信 這裏是紫禁城的一角 進來之前 黑衣角曾經告訴他 太監都是怪物 不單止脾氣古怪 而且身上有一陣講不出來的臭氣 因為他們身上雖然少了一件事 但是多了很多麻煩 洗澡尤其不方便 所以他們經常幾個月都不洗澡 也因為他們是怪物 所以最怕人家看不起 如果小安子對你有什麼失禮之處 千萬要包涵 這麼說 綠小鳳就認得很爽 說只要找得到西門吹雪的下落 那個太監仔就算騎在他頭上 他都不會生氣 誰不知 現在這個叫小安子的太監 雖然沒有騎在他頭上 一直拖著他的手 懶親熱的 還笑笑口摸一下他的鬍鬚 綠小鳳他馬上全身雞皮都起了 沒有被太監摸過的人 絕對想不到這種滋味究竟是怎樣的 上一次綠小鳳挖了十日黃犬 就已經覺得自己是世上最醜的人 現在他才知道 那時候如果有個太監跟他站在一起 他簡直可以算是個香噴噴的人 現在小安子就真的把他當成個香噴噴的寶貝 不單只是拖著他的手 還想聞一聞 不單只是想摸他的鬍鬚 還想去摸他其他其他地方 走到茶居門口 小安子就拉了綠小鳳進去 茶居的怪味道比外面更厲害 那個伙計又是一個怪聲怪氣的人 他看著綠小鳳好像薩熟那樣 還不時地向小安子斬眉斬眼 入到茶居 小安子就放開手 好,那喝一杯茶 就當然好過被個太監拉著到處走 何況那些茶葉是很正的香片 小安子就說 那些茶葉是我特別從宮裡帶出來的 外面絕對喝不到的 美茶 美茶 我真的沒喝過這麼美的茶 只要你高興,日後隨時都可以來喝 我們有緣份 我一見到你覺得我們可以做朋友 好啊 好啊 我以後 我經常來 這時候 外面有個老太監走過 小安子走出去打招呼 太監走路 咬咬咬咬的 那個老太監走得更壞 穿得漂亮 說起說來 嬰起的蘭花手 整個八爺婆 綠小鋒見到想作嘔 過了一陣 小安子就回來 他說 他說 這個是我們的黃總管 黃總管一班來 鬥皮六哥的賭檔就開了 你想不想去玩幾次 我有些事想麻煩一下你 你說你說,儘管說 不管是甚麼事 只要你說 我都照白 好了各位 究竟綠小鋒 想叫這個太監仔 去跟他辦些甚麼事 我就明天才說 想叫 第六十回 昨天說到 綠小鋒說想小安子幫他做些事 小安子當然是托塔都答應了 綠小鋒就說 不知你可不可以跟我去打探一下 近來有沒有外人來過 小安子笑著說 行行行行行 我立刻跟你去打探 正好,順便回家 看看我老婆和小孩 先走 林行,小安子還摸一摸綠小鋒的手 黑衣絲倒下頭 忍著沒有笑出聲 綠小鋒掘了他一眼 然後問 甚麼太監都會有老婆嗎 喔,不過是假扮虛黃 很多太監都有老婆 公裏面的太監和公裏 有空無聊過頭 會一隊隊配合 叫做堆食 有些有辦法的太監 還故意花錢在外邊買些姑娘來做老婆 那做太監的老婆 不就很慘 那當然慘 不過 那些太監都很慘 都很可憐 綠小鋒的心 突然覺得很不舒服 他立刻改變話題 他說 我想西門吹雪 無論如何都絕對不會躲在這裏 喔,或者是因為他算準 人家想不到 所以才躲在這裏 沒有啦 我以前都是這樣想 不過現在不是啦 進來這裏我才知道 就算叫我在這裏逗留多一天 我都會發狂 何況西門吹雪呢 不過那批白馬的確是從這附近出去的 綠小鋒咬咬頭 他心想西門吹雪如果不在這裏 那張英鋒是死在誰手上的呢 還有誰使得出這麼快的劍呢 等他們喝完那杯茶那麼久 小鋒指一下居然回來了 而且居然打探到消息 他說 前晚刻 鬥皮六哥帶了一個人回來 是個很精神的年輕人 他是不是姓張叫張英鋒 那我不知道 現在他的人呢 誰知他離去哪裏 你知道嗎 鬥皮六哥好孝 看見那個年輕人這麼聰晨年輕力壯 還不收了自己用呢 鬥皮六哥的賭檔在哪裏 我現在手行 想去玩兩鋒 行 那我帶你去 小鋒指又是牽著六小鋒的手 喏喏喏 你身上如果賭本不夠的 儘管開聲 要多少個個個我都借給你 嘿嘿嘿 鬥皮六呢 其實就不是太監來的 鬥皮六是個牛高馬大賤肉橫生 胸口一扎毛 整面鬥皮的鬥皮佬 一看就知道 是個此世欺人的惡爺頭來的 他站在那幫太監中間 就好像一隻大雞公站在一群雞行仔中間一樣 顯得很威風很得戚 那些太監看著他 就好像那些女人看著自己的老公一樣 又怕又佩服 綠小鋒覺得他們又好笑又可憐又可惡 屋裏面是冤崩難臭烏煙瘴氣 圍著張桌賭錢的人 十個之中有九個是太監 一面是窄色仔 一面是腰耳屎 動高脊的在那裡拋腳趾那 他說 莊家就不用審是鬥皮鹿了 他掩起胸 被鬥皮立立立 黑衣缴就沒有進來 一去到門口 他就說 那我就在那裡打探一下 那時候我再回來 說話還沒說完他就吵聲走了 綠小鋒沒辦法 就唯有硬著頭皮跟著小安子進去 小安子在前面開路 他說 嘿嘿嘿 來來來來來 各位各位夥計 揚一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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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揚個位子 我有個好兄弟來玩幾次 一見到綠小鋒 那個鬥皮六哥就不舒服了 好像一隻雞公突然之間發現 又有隻雞公進來找食 他用那對三角眼從頭到腳 看了綠小鋒幾次 然後他才問 你想玩什麼 玩大的還是玩小的 玩真的還是玩假的 那些太監一聽 在那裡笑在那裡起哄 趙安子就說 我這個兄弟是大客來 當然玩大了 玩大越大越好 你想玩大 你大了幾多刀本來 不多也不少 究竟多還是少 你出來看過 綠小鋒笑 他生氣得不得了的時候都會笑 他隨手掩了一張巢蜜蜜的銀票 一扔扔在桌子上 他說 夠了嗎 那些太監又是笑 這張銀票欲算得好像一張草紙一樣 有個太監仔 那些小鋒 朝美美用兩隻正話 拋過腳趾那的手指 黏起了銀票 打開來一看 眼都瀞了 他說 一萬兩 嘩 一張草紙這樣的銀票 居然是一萬兩 而且還是東四牌樓四大行前裝開出來的 保證十足十兌現 小鋒指笑了 演戲的空間說 嘿嘿,我都說的啦 我這個兄弟大客來的 看見這張銀票 豆皮鹿的聲音都收了 這麼大張銀票 怎麼能打散得到 綠小鋒就說 不用,不用打散 我就賭一局 一局定輸贏 一局賭一萬兩 沒錯 豆皮鹿望望自己面前 只有幾十兩銀 他縮沙了 他說 我們這裏 不賭這麼大的 我都知道你不夠賭本 所以你如果輸了 我只要你回答我兩句話就行了 那 你輸了 我輸了 這一萬兩銀就是你的 你要我回答兩句 什麼話 你前晚帶來的那個人 是不是張英鋒 他是怎麼死的 豆皮鹿一聽,臉色都變賣 那些太監也臉青了 突然聽到有個人在門口說 這隻臭小子不是來賭錢的 是來搞事的 你來給我打他 說說話的就是那個好像八爺婆那樣的黃總管 豆皮鹿第一個撲上來 那些太監也都不撿輸 整班一起上 用牙咬就用腳蹲 又扯又扯 那陸小鳳當然就不會被他們咬到 不過又不可以對這些半男不女的可憐蟲屍殺手 他就唯有先制住一個字說 所謂琴賊就先琴王 如果制住豆皮鹿呢 那其他人怕就不敢動 誰不知 這個豆皮鹿居然好好功夫 不單止是練過北派的譚腿和大紅拳 而且練過幾道家的 一拳打出去 扶扶生風 好可惜 他遇到的是陸小鳳 陸小鳳的左手輕輕一打 將他的手肘托住 右手輕輕一拳 打在他的胸口上 噔噔噔噔噔 豆皮鹿百多斤重人 就被他打得猛地向後退 屋裏面有很多人 他退到陸林那裏才踏低 到他站起來的時候 臉全無血色 嘴角那裏有鮮血滲出來 陸小鳳打了他突然 正說那拳因著來打不是很大力 沒理由打成這樣 只見那個豆皮鹿 又是向前撞了兩宗 痛到眼珠都凸了 陸小鳳立刻發現 他左邊小掩那裏被人刺了一刀 刀已經刺到很深 只是見到刀病 嘩,被人一刀刺正要害 那當然沒得拉 屋裏面的人 實在太多,也太亂 連陸小鳳都看不出 正說究竟是誰出手 唯一的證據就是這把刀 所以他趕快衝過去 拔了把刀出來 嘩,鮮血 然後跟著把刀飆出來 鬥皮鹿於是才踏低了 他踏低的時候似乎講了他什麼話 不過就沒人聽得見 因為那些太監這時候 嘩嘩鬼叫 快來啊,來人啊 這裡殺了人啊,快點來捉兇手啊 哈哈 陸小鳳他雖然絕對不會被他們捉到 但是怎麼知道那些太監會怎麼做的 米區了,三十六雀走圍上著 陸小鳳原地一銀 那一個看地拔衝,咬一聲 雅背頂就被他撞穿了個大洞,走了 馬上,他就見到四面八方都有人衝過來 有人拿著刀,有人拿著棍 陸小鳳唯一的退路就是跳牆出去 但是紫禁城的城牆呢 有成十幾丈高的 土天之下絕對沒有一個人可以一跳就跳得過 就算當年以輕功名震天下的楚流香翻生 都絕對不行 幸好陸小鳳手上還有一把刀 他個人突然之間一躍躍起,反手一刀 刺到牆裡面,然後整個人黏在牆上 好像嚴捨地爬上去 就快到牆頭的時候,腳尖一咪,就靈胸翻身 一個細胸口翻雲,輕飄飄地落在牆頭 嘩,誰不知牆頭有個人說,你還想走哪裏 我看你走不走得掉 綠小鳳聽見聲音就見不到人樣 不知這個人有沒有向自己出手 所以腳尖一點,又是若起,靈胸翻了個關斗 這樣才見到這個人 這個人居然躺在紫禁城的城牆上面曬太陽 身上穿著一件又骯髒又爛的青布袍 腳上穿著一雙穿了底的爛草鞋 頭光到立立亮 這個人竟然是老實和尚 老實和尚話 哈哈哈哈 不用怕,不用怕 和尚抓的是失辣,不是你 哈哈哈哈 老實和尚兩隻手指一抓捉著一隻失辣 他舉高說,我兩隻手指一夾 雖然就不看得你,哈哈 但是天下的失辣絕對沒有一隻走得掉 你看著,扁了 哈哈哈哈 綠小鳳的小字說,哈哈 哈哈哈哈,上天有好生之德 和尚為何殺生啊? 呵呵,和尚如果不殺失辣 失辣就要吃和尚了 佛祖不識舍身為嬰 和尚為為失辣算得什麼呢? 呵呵呵,可惜和尚的血又不多 不餵得失辣的 呵呵呵,所以和尚就不應該開殺戒了 和尚既然開殺戒了,都怕殺過人了 喂,和尚為何不說話 呵呵,和尚不說謊 所以和尚就不說謊 和尚從來都不說謊 啊? 呵呵,我見你一天到黑,四周圍這麼撲 啊,我都不忍心說謊欺騙你了 和尚就東撲西撲了 喏,你前兩天還在張家口 昨天又到了京城 又看著和葉姑城傳消息 又看著為人做證人 現在居然來到紫禁城 嘿,為甚麼呀? 呵呵,因為和尚知道 有人要找一匹 生人又不騎,被死人騎了的白馬 啊,看來和尚不單止消息靈通 還很喜歡李閒事 這件事和尚不理不得 為甚麼呀? 因為和尚雖然沒有兒子 不過有個外生 張英鋒難道是和尚的外生? 是,不過現在和尚連外生都沒有了 陸小鳳聽了不出聲 因為他覺得很意外 一日這麼久 他發現了很多怪事 見一件事好像都有點囂張 又偏偏串不在一起 葉姑城,公孫大娘,公老爺,歐陽晴 尼賢,北將應風 這些人都是被害的 他們表面看來都絕對沒有囂張 不過,陸小鳳是偏偏覺得他們都是被一條線在那裡穿著的 暗算葉姑城,歐陽晴,公老爺的 還是同一個人,用的是同一種手法 但是三個人之間偏偏一點也沒有 陸小鳳說 張英鋒的確是寫在這裏的 那你查出來了 是,他跟這裏一個叫豆皮鹿的人很有關係 那你問過豆皮鹿了 我想問,但他已經被殺了滅口 那你又還是不知道誰殺了他 我只是知道他死,和一個叫黃總管的人有關 那黃總管又是何許人 是個好像百爺婆那樣的老太監 他們為何要殺張英鋒呢 我沒有說他們殺了張英鋒 那是誰殺了他 不管是誰殺了他,都絕對不會是西門吹雪 為何不會 因為我可以保證,西門吹雪絕對不在這裏 也沒有來過這裏 陸小鳳把口雖然說得很有把握 其實心裏面還在懷疑 除了西門吹雪之外 其他人好像根本沒有理由殺張英鋒 除了西門吹雪之外 其他人沒有那麼鋒利那麼快的劍 老實和尚說 你講了半天 和尚總是明白了一件事 什麼事 現在和尚雖然還是個狐狸狐頭的和尚 綠小鳳也一樣是個狐狸狐頭的和尚 是嗎? 我這兩天好像經常都遇到道士和和尚 你這個人是個有緣的人 有緣的人才時常遇到和尚和道士 你這個人是個狐狐頭的和尚和道士 因為我又在這裏理這件閒事 所以我才變成有緣 和尚和道士都是出家人 出家人本來不應該多事 但這件事牽涉到的出家人特別多 出家人穿的都是白襪 既然有青衣樓有紅鞋組織 就很可能還有一個白襪組織 各位 綠小鳳這幾天的確遇到好像老實和尚 木道仁顧清風還有那個姓通這些人 他們的確好像跟這件事有關 老實和尚聽了之後笑一笑領領頭 他說 你這個人雖然糊塗 幻想都多豐富 是啊 我總是認為暗中有個出家人在偷偷摸摸 做些不見得人的事 和尚就是出家人 你就是個和尚 老實和尚突然遞起自己的雙腳 可惜我這個和尚從來不穿白襪 是穿玉襪的 玉襪都是白色的 和尚是玉不白的 綠小鳳沒有收 不出聲 有很多說話他現在還未想說 未到時候 所以他打算走了 誰不知 立刻他就發現走不到了 是啊各位 他為什麼走不到了 發現走不到了 是啊各位 他為什麼走不到了 他為什麼走不到了 感谢观看